英超第26轮 30岁利物浦巨星 萨拉赫二传二舍 最终帮助利物浦主场 7比0大声曼联 创下双红会最大分差 在第83分钟 完成梅开二度帮助利物浦 把比分扩大至6比0时 萨拉赫在安菲尔德 数万名球迷面前 脱掉球衣疯狂庆祝 毫无疑问 萨拉赫这一次脱衣庆祝 逃不过一张黄牌 据统计 这是萨拉赫在17-18赛季 开始为利物浦效力以来 第二次在安菲尔德打曼联时 脱衣庆祝染黄了 而他脱衣染黄的次数 比同期曼联全队 在安菲尔德的进球数还多 从17-18赛季到现在 曼联六次在安菲尔德 面对利物浦 战绩为二平四伏 比分分别为0比0 1比3 0比2 0比0 0比4和0比7 期间他们在安菲尔德 只打经过一球 那就是在18-19赛季 1比3落败时 林加德打进的那一季 颁平比分进球 在这个7比0惨案之夜 塞拉赫创造了两项个人记录 第一 他以129个英超进球 超越了民宿福勒 成为对史英超进球最多的球员 第二 他成为了连续五次英超 面对曼联均能进球的利物浦球员 虽然说塞拉赫这个赛季 跟之前相比 已经出现了悬崖式下滑 但打曼联 还是一如既往的神勇 最近五次在英超赛场上打曼联 塞拉赫贡献9球4助攻 加上20-21赛季的 一场足总监没开二度 塞拉赫最近六次各项赛事 面对曼联 合计直接参与了15球 11球4助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